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,早上的车辆不是很多,现在要去陆江广场的一个找事儿,去值班点年货。 找事儿这两天也要放假了,大家都赶着把春节期间的年宴饭备齐,今天来逛的人比平常多了很多。 找事儿里,水果,蔬菜,生鲜,杂粮,你能想到的生活必需品都一应俱全。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了,估计今天下行的时间要比平时晚了很多。 我也好长时间没来了,感觉今天的菜价比往日稍稍小贵了一点。 但大部分还是要比生鲜超市儿,便宜得多。 今天找事儿最拥挤的地方就是卖肉的和卖海鲜的。 虽然说社区团购不断的兴趣,但找事儿仍然是当地老百姓活儿的选择。 今天的排骨比往常贵了一些,但肉类的价格跟往常是持平的。 这里青菜的品质是很不错的,非常新鲜。 order Cristian 和 米 增加菜顿多 Еще 相 万说小鸡 Video 这终于 附近平的游客和 cosine的侧 JAMES thick 500 ml 地方。 这排是卖海鲜的固定点 是找事最拥挤的地方 今天的虾质量还可以 要比生鲜超市便宜了很多 所以自己买了一兜子带回去 我是很喜欢逛找事的 很享受小市民自得其乐的日子 点汗快八点了 人也没见少 而且是越有越多 有点摩肩接种的感觉了 东瞅瞅西看看 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堆 人实在是太多了 有点挪不动步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观看